旺角南投街一間菜單附近 有閉路電視拍到這一幕 一個女人形跡可疑 走近一堆法寶膠箱持有所動作 過了無幾內 有法寶膠箱著火火光紅紅 濃煙衝上樓上的單位 有附近食肆的員工潑水 企圖控制火勢 有些南亞裔的 但他們是提我們著火 叫我們拆開玻璃門 叫我們出去淋水 我沒有淋什麼 拿冰桶進去裝水淋 你成功構思了嗎 我和同事 現場所見 多個用來盛載蔬菜的法寶膠箱燒位 原來這裡只是其中一處火頭 由星期四深夜11時多開始 短短半小時內至少有四中 廣東道一條後巷首先被發現著火 消防員接報到場開後 將火撲熄 現場留下了整地的燒燒雜物 另一中發生在山東街一條後巷 有電單車的布蓋著火 消防員又趕到現場將火撲熄 幸好布蓋被燒爛 到星期五凌晨12時多 到船街一間店鋪外的帳篷也被發現起火 由於幾個火頭相拒不遠 消防員認為有可疑 懷疑是中火狂徒所為 警方翻體現場一帶電鋪的天眼 懷疑是一個女人用打火機點火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